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很感动 是啊 就是这个小剧团跟我是好朋友 对很多就是 很开心的一些瞬间都在这边发生 然后连自己宣布要结婚 都在小剧团里头宣布的嘛 对啊 今天就过生日 所以我觉得 对我已经无数次的在台北过生日了 我觉得对就是特别永远 所以Karen最近很忙 就是有出专辑 然后接下来又延长问题 是不是很久没有拍照过 是啊 不要再提了 我怕他会骂我 你有考虑过训练之后要休息吗 是是是 这个训练6月23号正式开始嘛 那一直跑跑到19年年底 2020年呢 我就是我会走人了 我就 我就会找不到我 不要打电话给我 我要休息一年 对 之前在小剧团里头宣布就是结婚了 有可能在小剧团里头宣布 你过来一些人性大事 有可能会有怀疑呢 不会啦 这个就早就已经都不在我的那个 没有啦因为都是工作狂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都不会有这个计划 对 在台上就是稍微透露了明天表演的一些小小款 那你有没有期待明天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哦 我自己就很期待了 因为这个组曲真的 哇 我觉得太夸张了 就是 就二十几年的 要选16的小子出来 对 啊 我要唱更多都有 都可以啊 可是 对对 可是时间不允许 因为只能在八分钟之内完成 可是我觉得 就是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为可以有这么多的歌 然后每一首都那么的动人 然后现在就一口气把这些歌 这样呈现出来 我觉得是 就 特别爽 对 然后 我自己听到最后我们设计的这个编曲 我都快点要哭了 这实在 太感动了 所以希望明天 大家也可以一起享受